小豬佩琪,我们今天玩什么好呢? 我们今天做个冰激凌吃什么呀? 要不看见你哦? 小豬佩琪,你怎么不说呀? 真的,没什么意思 没意思? 所以我说嘛,做个冰激凌吃 要不做个巧克力吃 爱丽,我想要飞呀 你想要飞? 不过不能实现吧 没有没有啊,可以实现你的愿望的 等我一下哦,不要想一想 想一想 想一想 啊,我有方法了 那我们出来彩料吧 呀 呀 凯莉,快乐一家 首先,需要透明的塑料袋 柴皮 柴皮 柴纸 柴线 柴线 油,膠袋 剪刀 好 材料呢,已经都准备好了 那么现在开始 我要画一下 你的脸 压 好 嗯 OK啊,那就 在这个 通明的塑料袋 里头 要放一下 小猪北极的图片哦 好 好 朋友们,我已经把这个 小猪北极的图片 都放这个 塑料袋里头了 那就按照它的图片来 摇一下就可以了 好 现在是要描一下她的衣服 这个衣服是OK了 不过朋友们我觉得这个粉色的彩笔颜色有点深 如果把这个颜色来拆一下它的脸 是不是太夸张了 要不先试一下它的腿和胳膊 嗯 还好 那么就是要擦一下它的腮红 开始 瞄一下黑色的部分 黑色的部分是朋友们我们一起找一下它的眼镜 然后的嘴 然后席子 OK 嘴怎么会是黑的呢 好 看到 朋友们现在阿里都瞄好了小猪佩奇 不过直瞄它就没什么意思的 对不对 在旁边再画一下其他的东西啊 在旁边再画一下其他的东西啊 好 朋友们现在阿里发的是 阿里对小猪佩奇的爱哦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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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 因为小猪佩奇喜欢飞机啊 因为小猪佩奇喜欢飞机啊 所以这边画一下飞机吧 飞机 不好意思我飞机怎么画了 飞机怎么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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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 不错不错 花是差不多好了 那接下来呢 阿力要把 就把这个材质要剪一下哦 朋友们 这个是要剪一下这么长 那你是需要两个两个两个的 好朋友们 阿力呢 已经都剪好了 颜色挺漂亮的 好的 那接下来这个剪好的这个材质呢 在哪里贴呢 就在这部分 大家注意看一下哦 布打开的部分 就在这边贴的啊 这里 明白了吧 我现在就在这边贴的 我还可以给你准备了 我还可以给你准备了 我还可以准备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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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打开的部分 这里呢 就要带一点的胶带来贴一下哦 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朋友们 一定要这么打开哦 然后呢 要折一半 后面也要贴一下哦 朋友们啊 这两边是已经都贴好了 这边 还有这边 然后呢 现在还没贴上的最中间的部分 也要贴一下哦 OK 全都贴好了 然后呢 就把猫先来连接一下哦 不过这部分呢 这边也是难度有点高啊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贴胶带的部分 要 剪一下 一点点 能放那个猫 猫 猫猫的 空间 OK OK 出来了 然后放一下吧 要记一下 记一下大概三四次吧 用这个胶带来再定一下 然后呢现实大概这么多次吧 OK啦就毛线也都连接好了 不过朋友们你们都玩过风筝吧 那这个也是像风筝一样 要连接一下长一点的线 OK啊很结实啊很结实 那全都做好了 那么把这个中间的 我放好的这个图片要拿下去看一下吧 哦效果怎么样 看它 可爱可爱可爱啊 豆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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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 现在开始飞吧 爱丽我真的飞上天了 好开心啊 谢谢小妈妈 我是你的朋友吗